当人们谈起中国足球时,总是扼腕叹息在指最金迷、中迷失的男足,甚至部分人因为油腻的脂肪被称为白斩鸡,与此同时,也曾遭遇亲黄不接的中国女足, 却拥抱着亨腔玫瑰的本色,从森文到寒端,再到如今的王双,他们的绽放,一如既往地透视着绿荫木兰的底气,1995年出生的王双看似身材鲜瘦,却从骨子里流淌着足球的血液,七岁在如今同时职业球员的表哥影响下接触足球,然而这一次下意识的偶然行为,却成为贯穿这个武汉姑娘生命最大的礼物。 12岁入选国少,15岁入选国卿,17岁入选国卒,一步一个台阶的王双,在绿荫的世界诉说着,谁说女子不如男? 2013年入选亚族连最佳女子青年球员的提名,2017年,荣英中国女子金球奖,这个经常以灿烂笑容诗人的23岁小姑娘,却已经让很多男族将士汗眼,她是封闲的一把尖刀,也用出神入化的脚法烘托了自己的天赋。 2015年女族世界杯上,她就曾用一气呵成的马赛回旋,让三万球迷鼓掌致敬,同一年她又以一己之力终结了劳苦主美国与中国对22场不败的记录。 当外媒开始用中国媒息形容王双时,其实除了媒体偏爱的眼球效应在作怪,也侧面说明了中国双的瞩目成就,尤其18岁的时候,她就在邻国韩国制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波兰。 她在刘阳的半年时间内就成为韩国杯赛史上最年轻的MVP,此后阿森纳女族和曼城女族都曾差点和王双牵手,只是因为中国足协的干预让王双的二次刘阳梦一拖再拖。 庆幸的是,她又用两次女超联赛的冠军让人重新大量过独一无二的她,永远不要低估。 一米六十二的柔弱小姑娘内心里涌动的斗志和勇气,可以背负多少人的期望。 当2018年8月初,巴比,向女族已解身出橄榄之时,王双再也没有让眼前的机会成为思想上的包袱。 她的刘阳梦一直萦绕在耳畔,无论是一杆前辈曾树气的铿枪玫瑰的大旗,还是为足球而生的自己渴望更大的舞台,她都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命运隐匿在梦想的彼岸。 表哥童年时曾鼓励王双,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将来成就肯定很高,而长大后的王双一直在一无反顾地碰触和追逐那个若隐若现的成就感。 对于她而言,不理会喧闹的嬉笑和洗刷别人偏激的质疑,都是她更加坚定地笃定足球理想的产物。 除了语言差异,提醒她漂洋过海的陌生感,站在球场上的王双来之急站,巴黎德比上,她无缝对接的首秀,已经让人叹为观止。 猝不及防的世界波让人近距离看见她的芳荣,闲庭信步地制造点球。 如果对如此出彩的王双还用商业价值来衡量未免太过小加自弃,要知道登陆法奖的她年薪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只有50万人民币,相对国内之前的待遇不升反降。 年少成,名的王双只想在盛名之下更踏实地成长,所以她不会辜负每一次慎重的选择。 此后欧冠首秀上她又奉献了一次助攻,王双已经成为巴黎最具威胁的一个点。 如果不是队友的挥或无睹,这场比赛同样会打上中国双的标签。 仅仅两场比赛,巴黎已经败倒在她的28号球衣之下,她和姆巴佩一起出席俱乐部活动已经证明自己掌上明珠地位。 一厢人的漂泊岁月虽然才刚刚开始,但是这个爱笑的姑娘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半个月前的亚运会上王双领衔的中国女卒,虽然与冠军亦不知遥,但是打进六球的她已经成为女卒的领头人。 毕竟时隔16年带入亚运会决赛的女卒已经闪烁了很多人的眼眸。 如果岁月有缺口,我想终有一天会被王双的一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独在一厢为一刻,的王双在浪漫的巴黎,却要品味生活上孤独的滋味。 其实这也是成长途径中的必修课,小时候踢球的她就已经在一群男孩中成为佼佼者,长大后无需声张的理想也会庇护这个武汉姑娘在一厢更为璀璨地阐述自己的壮志雄心。 虽然一个王双还远远不能将中国足球的昏水绞轻,但是她的芬芳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个新标杆。 很多时候,我们也曾幼稚地希望男足有一个王双式的人物,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缺憾。 但是遐想过后,我们其实忠心祈祷她的绽放与众不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